第六十八章 大地猎戏三 幻妖 山岭水秀的金阳坡天生孕育 与半路出家的妖物邪物都不同 是上天眷顾的强者 倘若一切没有变故 他或许会成为临终精灵 只可惜多年前一场大瘟疫骤然爆发 村民们不愿背井离乡 导致疾病迅速蔓延 转瞬席卷全村 金阳坡就变作天然坟场 这里的住民遭遇恒难 暴施荒野无人悼念 亡灵心中怨念 聚拢在一起 凝成了换妖极恶的核心 换妖有了意识 又可轻易变换形态 可能是山间风 树间雾 新居民带来的小女儿 一切就变得极其恐怖 没有强劲的对手 就没有精彩的剧情 原著捉妖写到了 金阳坡尾声一节 就是一个小高潮 柳福依为换妖所伤 被她挟持着跳进了裂隙 生死不明 牧生被妖物围困 与此同时 似乎还嫌场面不够乱世的 加入了匆匆赶来的端阳地基 地基告白悖剧 在宫里痛定思痛地反思了几天 这几天里 佩云一直在她耳畔鼓励 佩云说 既然不能让柳公子放弃捉妖 那殿下便支持她的事业 助她一臂之力 也算是还她先前救命的恩情 端阳地基深以为然 当即从擒天间终点了四个最厉害的方式 一路舟车劳顿赶来 想助柳福依一臂之力 为了见到心爱的人的最后一面 就是看到她被换腰拉着 跳进了身不见底的裂隙 当时柳福依胸前一个血洞 面如筋纸 毫无生气 端阳坐在裂隙旁边 哭得肝肠寸断 身后四个方式老头面面相去 苦着脸 不知如何劝解 许久才小心翼翼道 殿下 那柳公子已被掏了心 眼见是不能活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端阳双眼血红 狠狠地推了她一把 如同发狂的小兽 你才不能活了 还不给我长嘴 那方式暗暗叫苦 在自己脸上装模作样地打了几下 另一个老头顿了顿 委婉道 殿下息怒 呃 此地多邪 药物平出 为殿下一体着想 还是快快回宫 当今天子不惜鬼神之事 倾天间活得极其窝囊 这四个方式空有一身本事无处使 被尊贵的地基点来重用 自然是心中窃喜 可没想到 这是个道追男人不要命的 横冲直撞 不听人言 这才明白 这烫手山芋扔不掉了 端阳地基狠狠瞪着她 要回你自己回 本宫不回去 她咬了咬牙 似乎下定决心 指着旁边那黑洞洞的深渊 一字一顿道 本宫要下猎戏 妙妙心里一顿 来了 果然 一旁遭遇重创 沉默地像影子人一般的木窑 听到这三个字 仿佛立刻惊醒了 飞速走几步 眼见就要往猎戏里跳 挨木姐见 妙妙一把拉住她 压低声音飞速劝告 木姐姐 你冷静点 阿姐 木生在重腰的包围中 抢了个空隙 隔空叫住了木窑 她额上碎发 已经被汗水打湿 脸色惨白 整个人看上去 像是从水缸里捞出来的 她双目发红 阿姐 别下去 那下面 这次不是夸大其词 换腰跳下了 烈系后便消失了 如若地下是换腰的家 那烈系便是换腰家的门 一只大腰抢了宝物回了家 却不关门 难道是专 等着人上门讨债吗 换腰流着烈系 就是等着木窑 义无反顾地跳下陷阱 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陷阱 谁也无法预料 木窑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 可是她此刻顾不上生死 只是望着烈系 绝望到 浮衣在下面 阿姐 下面危险 别下去 一对多 本就危险 要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 最计分神 木生兰她的功夫 已经挨了好几下 转瞬便从平手变成了烈士 她在四面八方的攻击中分神 已经快顶不住了 一旦有一个缺口 她就会立刻被妖物吞没 木窑静自往烈系走 脸色很差 是生是死 我也要把福衣带上来 妙妙的心提到嗓子眼里 原著写到这里 总是藏匿于阴暗角落的 捅刀小能手铃鱼 再次出现了 她误以为柳福衣已死 伤心欲绝 悲伤煞时转化成恨意 把还在迟疑的木窑 一把推下了烈系 自己跑进了树林 木生木字尽烈 因此恨她入骨 这就是她在四分之三阶段的任务 她要在木生眼皮子底下 把她最爱的姐姐 推进烈系里去 她左转右转 焦虑得几乎站立不住 旁边的端阳地基 还在和方式争执 我凭什么不能下烈系 地基千斤之体 四个穿道袍 续长虚的方式对视几眼 咬牙齐齐跪下 地裂之下腰气浓重 孔为魔窟 地基若是以身射险 我等万死难辞其咎 地基一时语色 许久才问 既然不想我以身射险 就不能陪本宫一起下去吗 这 方式们面面相去 脸色都很难看 下面实在危险 还是请地基一架 她横横地望着地上 跪着瑟瑟发抖的 几个方式的脸 觉得他们 就像是直老虎 吃着皇家俸禄 浴室却胆小怕事 全然靠不住 指着他们的鼻子喝倒 你们不是长安城里 最厉害的方式吗 怎么连一个猎系 都不敢陪本宫下 她气得躲了几圈 一跺脚 好 本宫自己下去 不必跟来 地基 木瑶忽然伸手拦住她 面色苍白却笃定 地基请回吧 我会下列席 将服衣救出来 端阳正正地望着木瑶的脸 那双琉璃铜 如宝石般成澈 眼角下一颗泪质 清冷美艳 她话语虽轻 却不容辩驳 愁得抓耳挠腮的 林妙妙望见了地基 断转眼神慢慢定了下来 木生的眼角血红 几乎变成了哀求 阿姐 我求你 她猛然一放捉腰柄 将弓道身前的妖物击开 手上爆出几个火花 却因为气力不支 那火花 仅仅生了一粗细弱的小火苗 便匆匆吸了 她似乎妥协到极致 等我一下 我陪你下去 木瑶的背影一将 妙妙也跟着一待 原住里 木生百般阻挠 木瑶下列席 是因为她对柳福一的生死 漠不关心 自己不救 也私心 不想让姐姐去救 二人激烈争辩 才给了凌鱼可乘之机 现在 剧情已然走偏 木生的话 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按照常理 这时候 木瑶应该等着弟弟了 说不定 她还会返回 伸住弟弟一起杀妖 二人在一并下列席 多少有个照应 可是妙妙的任务 不许她再等下去了 事成事败 再此一举 此时此刻 林妙妙 木瑶 端阳地基三人站在一处 相互之间离得很近 恰好 四个方式 见到端阳站在了列席边 生怕地基脑袋一热跳下去 或是脚下踩空坠下去 也一股脑地涌了过来 将地基团团围住 想把她拉到安全的地方 列席旁边 一时间聚拢了七个人 拥挤地混成一团 林妙妙眼疾手快 一把将木瑶推了下去 犹豫半秒 随即拽着她下落的衣角 紧跟着她跳了下去 高喊道 木姐姐等等我 我也要去救柳大哥 木生听到喊声 难以置信地遗忘 浑身血液结成了冰 非但阿姐一意孤行 跳下了列席 旁边的林妙妙也跟着她一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两个人的身影 转瞬间全部消失 甚至没有看她一眼 脑中一片空白 转瞬之间 心中天崩地线 旋即 她勉力维持的防御圈被攻破了 万般攻势如几张高的海啸 兜头盖脸而来 四个方式目不转睛地盯着列席下看 几秒钟的功夫像下饺子一样 刷刷下去两个人 半晌了 却连个到底的声响都没有 这列席仿佛地狱张开血盆大口 来一个吞一个 尸骨无存 几个方式出了一身冷汗 生怕端阳地鸡也跟着下去 连拉带拽 将它往外拖 放开本宫 你们放开本宫 端阳地鸡全打脚踢 哭得几乎崩溃 我也要去救柳大哥 话音未落 大地猛地震战一下 随即狂风暴起 所有树干疯狂摇晃 叶片如雨 连地上的沙粒尘土 都打着 转上了天 妖雾的力声尖笑 骤然其声响起 惨烈无比 几乎要将叶幕撕穿 惨叫声一叠又连一叠 群魔乱舞 万鬼同哭 总是半遮半眼的阴阳烈 此刻才真正变成一个 血淋淋的炼狱场 不好 两个方式抬头 眸中映出诡异的红光 红光来自天边 几乎笼罩了半个夜空 少年悬浮在空中 头发有些散乱 扎起的高马尾塌下些许 总是继承蝴蝶结的发带 松松散下来 拉出长长的白色飘带 在呼啸的风中乱飞 时而贴在她脸上 时而卷上半空 似乎是将银寒的月色拉成衣线 在她头上疯狂起舞 她的头发黑亮如铜矿 衣袖疯狂摆动 眸中肃杀的暴力 慢慢阴晕开 酝酿成空洞的黑 似乎众声万物在她眼里 都不过是可被踩在脚下的蝼蚁 不值一提 这是身披夜色而来的邪神 杀戮未乐 伸伸手指 欲将天地玩弄于手掌 偏偏她眉梢眼角都泛着红 衬着漆黑的铜人 几乎是有些妩媚脆弱的颜色 那是脆了毒的美丽和无辜 谁贪看一眼 便要以死为代价 穆公子难道不知道 正派以反血浮为大忌吗 一个方氏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眼前这位 可是一向自傲的捉妖世家的公子 居然以自己的血 堂而皇之地使用邪术 况且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年穆家亲父 就是因为大妖的一纸反血浮 正派捉妖人 都对反血浮避之不及 穆家人尤其忌讳 几乎恨之入骨 可他竟然 他怎么敢 话说回来 他也是头一次见到反血浮 可以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 一笔能一举将阴阳列中汇聚的妖物 吐露个七七八八 实在是闻所未闻 耸人听闻 他手脚发凉 几乎站成一座石塑像 身旁同伴拉了拉他的跑脚 压低声音 脸色都变了 怕不只是反血浮 木声慢慢低头 长长的眼睫垂下 望着脚下飘浮的几张 沾了他写的符纸 慢慢勾勒起一丝无味的笑 反血浮吗 他不仅已写画符 还松了发带 一日之内 连发两进 可是有人会管他吗 阿姐不会为他停留 就连他松开发带 也不能让他等上一等 连他也不会 迷迷蒙蒙中 他听见女孩脆声声的声音 对他喊保命要紧 才有了杀出重围的底气 他默许他放纵沉沦 容忍他做旁人不能容忍之事 对他还有一丝一毫 他贪恋的关怀 可是临到生死关头 却是为了柳福一 跳下不知生死的万丈深渊 终究他比之不及 无足轻重 他慢慢落下地面 谋中力气暴增 清明和混沌反复交替 似乎一会儿是漆黑的夜 一会儿是起着大雾的白天 忽而茫然无措 忽而冷酷无情 几个方式觉察到 眼前人的状态不对 脸色如临大敌 审视多事地慢慢向后退着 仿佛赤手空拳的人 面对一只饥饿的猎豹 寻了个机会 拉起挣扎的端阳地基 一记手刀将他披昏 躺在肩上 转身撒腿便跑 沐生没有去追 他漠然望着几人奔逃的身影 又垂眸望着脚下猎戏 神色复杂 猎戏下方黑漆漆一片 深不见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